有些人買車是一枉情深的 認定了就是那一輛 但其實大部份人都是深大深小的 例如我媽媽的年代 究竟張國榮好還是譚詠麟好 如果去到我的年代應該是梁朝偉瀟灑點 還是劉德華英俊點 但今天我們第一輛不是這麼老餅 就是這個Spade和Hustler 兩輛車價錢差不多 大家都是細細部四四方方 我們看看各自有何好處和不好處 看看能否幫助你選擇 Hustler最大吸引力就是它的外形 非常有趣 雖然它是K-Car 但令到一輛Off-road車 底部升得較高 旁邊也有防撞及防刮物料 好 整個樣子都頗有趣 可能年輕人會覺得 都頗新鮮 香港真的沒有這些車 這輛Hustler其實是K-Car 所以尺寸上有限制 長度3.4m 也不夠 但其實進入車廂又不會覺得很窄不潔 因為它的設計都頗平 所以其實位置上是絕對夠的 都不會說迫 你見到頭頂也有很多空間 看看後座 你見到後座其實都很寬 頭頂 座位置 全部都足夠的 不是坐得很舒服 因為椅子的椅子比較直 但位置來說是大把的 你喜歡這樣躺在這裏也沒問題 其實車廂也有設計的 雖然它不是用很漂亮的材料 但看起來也不錯 有這些膠 有顏色 其實可以配合車身顏色 還有很多間隔的 看起來算硬的 不是涼的 日本人造車間隔真的很厲害 有很多位置放東西 例如這輛Spade 你會看到可以放東西的位置太多了 車頭放甚麼都可以 放包包 這裏有一個細格的 放飲飲飲飲飲飲飲 還可以放在這裏 再口渴一點 放在這裏也更可以 你看到這裏打開 有兩層的 下面這層是很個人的通洞 給你放紙巾 關上後在下面又可以拔紙巾 下面這裏也還未夠 上面還有位置給你放 不知道放甚麼好了 另外這裏 司機位的下方也有位置給你放油卡 門邊可以冷水 又可以喝飲飲飲 還有幾格的 看起來真的多得不得了 這裏甚至有位置 這麼低 不知道放甚麼好 你會收藏一些不見得光的東西 但如果有一天你很餓 你不少買了外賣 3kg這麼重 你放在哪裏 你可以放在這裏 有一個勾的 剛剛好 可以給你勾3kg重的東西 在計儲物空間 其實這裏的空間比較好 但這裏的Hustler也不太差 你會看到這裏有位置可以放東西 下面亦有多個位置 這裡可以放雜誌 甚麼都好 這裡也可以放東西 下面亦有杯架 這裡有杯架 司機位亦有杯架 下面亦有一個位置可以放些濕碎的東西 最神奇就是這張椅子 這裡有抽 拉 這個位置大得不知放甚麼都可以 還有一個盤子可以拿去買菜 你喜歡採摘野果或在路邊撿甚麼 就可以用這個盤子了 這部車雖然十多萬車仔細小 但其中一個賣點是有一個單電堂門 在左手邊 對於很多香港人 例如一家大小或是有老人家來說 其實是頗方便 你看這個出口多大 左邊落車 通路正常 另外這張椅子 它可以移前移後的幅度是非常多 現在這個是面壁思過的模式 在甚麼情況會用呢 就是你後面的長腿縮縮 唯有你移到這樣前給它 我想正常人都不會這樣做 其實主要是讓你上下這條走廊 如果你想跟後座做朋友 你可以移到這麼後 前面的腳是可以這樣伸直的 你這裡坐吧 小朋友坐後面 你們的距離又很近了 你又不會懶惰隔離開車的 其實真的是很靈活的變化 其實這輛Space內很闊落 頭頂又高 空間的變化也挺大 例如我前面這張副架直的燈 可以拍下來變成一張桌子 你喜歡停車時可以在這裡 野產也可以 溫習也可以 研究一下試用手冊也可以 都挺好用的 平時很少車會無緣無故把桌子變成 另一個變化是後座可以變成一個很大的載貨空間 搓一搓一搓 再把這個勾在這裡 你看 已經變成一個很大的位置 因為這東西其實都頗輕 所以整件事很容易做 現在已經變成一架BB版的Hiace 有桌子 有擺貨的地方 這時候你還要去甚麼家居買東西 都沒有問題 這樣就變成一個很平的空間 這邊可以做甚麼呢 這麼長 其實它很有趣 你還可以加錢買這個 直夢A的床褥 它可以是單人 完全在這邊伸直 對 然後還有一個枕頭 你就可以放在這邊 打了一輪之後 身水身汗 我就把這張床弄出來了 其實不是很困難的 我起初不太適合 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Hustler在日本的定位 是說外面的 讓你去到郊外露營的時候 放一張床出來 可以休息一下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選擇 你可以同時代理買的 有興趣 最重要是甚麼呢 雖然它是一輛便宜車 但它前面這兩張椅子都是有電暖的 冬天的時候也是習慣 若然你是一些外司機摩人 或者是阿拉斯駕尼 夏天的時候30多度 你喜歡都可以開 這個Hustler真的很過癮 它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可以加這個帳幕 你打開尾蓋就吸上去 作用就是你去海灘的時候 可以進去換衣服 你不會以為可以在這個窗裡看得到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幅 完全擋住 你在裡面換衣服是沒有怕的 我不知道剛才的分析 能否幫到你去完成你的掙扎 其實以我們的角度看 我覺得如果你是很貪圖外形 比較年輕一點 想穿一些有型的 應該是選擇這邊的 如果你想要很多空間 一個小家庭 有小朋友 又或者是老人家 這部又好像適合你 價錢差不多而已 雙差不去一萬 那你自己想想吧